哈喽,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的读者大家好 我叫果果,我来自中国湖南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道我们的非常出名的一道香菜 然后这道菜呢,既好吃又容易做 现在撒上盐 盐其实是可以给这个肉提鲜的 我们的料酒 这一步主要就是去腥 鲑鱼去到那个腥味 每个地方都要浇到 胡椒混也是去腥的 黑胡椒,白胡椒都可以 然后现在提味了 就是味精 那如果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喜欢味精 就可以煮饭 这鸡精 全部都嚼到这个肉,他才会入到这个肉 然后现在我们 放一点生抽 好,这个是中鱼油 好,这个是中鱼油 如果你们味道把握不好的朋友呢 你就可以这个中鱼油多放一点 像什么 酱油啊,那个盐啊,少放一点 那样子就不会说味道太重啊,或者太咸 现在我们这个鱼头就已经腌制好了 然后我们 放在室内 放30分钟 给它腌制 30分钟过后,鱼头已经腌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 蒸的时候要翻过来 这样比较美 然后我们 把辣椒放上去 然后铺满这个鱼头 其实这个辣椒它不辣的 它只是一个辣椒的味道 不会辣 是马来西亚人能结束的味道 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 拿去锅里面蒸了 鱼头 你蒸30分钟 鱼已经蒸好咯 出锅 然后把鱼头嚼下去 我们这一道香喷喷的剁椒鱼头 就做好了 但我们湖南人呢 吃剁椒鱼头 连汤汁都不会放过的哟 其实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食肉不如食鱼 食鱼一定要食头 其实就是这个鱼肉的营养价值 其实是比肉是更高的 然后呢 吃鱼头呢 是最营养的 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就告诉我们 吃鱼可以变聪明 其实会不会变聪明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鱼头 满满的胶原蛋白 肯定是真的 这个剁椒鱼头 这道菜呢 在中国民间就流传了 有一种说法 就是武则天 大家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 第五则天的儿子 明显他在流放在庞州的时候 当时是露宿在一个农户人家 这户农户人家呢 就给他做了这道鱼头做鱼 做鱼头给他吃 当时他吃了就非常喜欢 过后呢 他回到皇宫之后 他就派下面的大臣呢 去找了这道菜 所以说这道菜 他就 他在唐朝的时候 这道剁椒鱼头 他就已经有了 一直流传至今 这道剁椒鱼头呢 几乎在我们中国所有的香菜馆 这道菜一定是必点菜 然后他这道菜呢 也是走进我们联合国代表的一个香菜 一到湖南就一定会想到湖南的辣妹子 想到湖南的辣椒 那这一罐辣椒呢 就是叫我们湖南最出名的剁辣椒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一种辣椒酱 这个剁辣椒的制作程序其实特别简单 我们买来的新鲜的辣椒 然后把它洗干净洗干净 我们在太阳底下晒干那个水之后 然后给它切成小小的辣椒末 然后撒上一些盐 用这种密封的罐子给它封起来 大概一到两个月就可以食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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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